大家好,这里是心灵感悟频道,今天和大家录制这个视频,就要想和大家分享一下,在这个虚伪的世界里,我们该怎样的生活,没有一个人现实意愿,把百分之百的心事向别人透露,包括自己的家人,因为在这个社会上,这个社会太现实了,不断的发展引发了人们的拜庭主义,虚荣和欲望, 而且每个人的最终的利益只会选择自己,所以大家都会感觉到隐藏自己,保护自己,让自己不受伤害,所以表现出来就是虚伪,因为做的和想的不一样,但是其实只要把大家把握个度处理好,就会左右逢远,如果这个度处理不好的话,那就是过度的自私行为, 人活着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,只要努力就会精彩,遇到任何事情都要乐观地保持一颗平常心,只要谨记,这一秒不放弃,下一秒就有奇迹的人生, 其实在生活中难免会跌倒,要有勇敢的抬头,面对失败的勇气,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建议,就是如何对待我们的生活,用心另眼看世界吧,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很顺利的, 只要看自己怎么样解决,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被人撞到了,别人跟你道歉,有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很火,但是如果你没有,但是你有没有想到, 别人没有撞到你的时候,别人撞到你,他其实也比你还难受,还是想想那一句话,开心也是一天,不开心也是一天,可不如开个心心的过一天呢, 想到心情不好的时候,那就不用想他,比如还是,如果你还是想的话,就把自己忙起来,让自己没有空闲的时间去想他,让自己充实的过好每一分钟, 再有六十早晨醒来以后,不要练床,醒来了就起来,忙起来, 推开方呼吸清新的新鲜空气,放松前身,让自己想象成一个快乐的小天使, 选择一个空气清新,适度安静,光线柔和,不受干扰,可活动自由的地方, 取一个自我感觉比较舒适的姿势,站着,或者是坐着,或者是躺着, 活动一下自己的身体,一些大的关节,或者是肌肉,有的时候速度要均匀缓慢, 动作不需要有一定的格式,只要感觉到关节放开,肌肉松弛就行了, 坐深呼吸,慢慢的吸气,然后慢慢的呼气,每当呼出的时候, 在心中默念,放松,放松,再放松,要注意,要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些日常的物品上, 比如看一朵花,或者是一件柔和美好的东西, 细心的观察它的细微之处,点燃一些香料,然后仔细的, 呃,微微的呼吸它的香气, 闭上眼睛,着意的去想一些美好的事物, 比如说蓝色的海水,金黄色的沙滩, 朵朵的白云,高山流水等等, 做一些当前具体事项无关的,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, 比如说游泳,洗热水澡,逛街,听音乐,看电视等等, 其实在生活中,生活都是不容易的, 别发愁,在这个社会上,和你差不多的人都会有很多, 都是快乐的生活的,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的, 只要你努力的对待每一件事情,对生活认真一点, 只要你认真的对待每一天,不管你的人生怎样, 我相信都是精彩的,加油吧,最后祝你能快乐的过好每一天,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谢谢大家。